大家都知道联准会这样两码 但是要比对 到底这次的谈话 跟上次开会有什么不一样 讲出了哪些新的关键字 第一个 美国的经济持续的扩张 扩张就是经济有在成长 就业市场的成长率 稍微的放缓慢 他暗示了就业的成长速度 好像还没有特别的乐观 还是有在成长 另外失业率的部分 处于比较偏低的水平 想找工作的是有找到了 另外物价的通膨 还是可以继续前进 达到联准会说 通膨降到2%的目标 因为现在依旧是偏高的状态 还有一个有鉴于 现在要保持平衡 一个是物价还蛮贵的 例如很多人租房子 房租成本还是很贵 另外要照顾到风险的部分 如果经济还是蛮好的 也不能够降息降太多 所以现在保持平衡之下 那么后来记者会越讲越多 越讲越清楚 他说大概了下一次就不一定会像这次一样降息两码 所以下次只有降一码 到时候借钱的利息负担没有降很低 所以股市的部分呢 尾盘就有油红的翻黑 我们来看整个记者会的现场 美国股市盘中哈 这个美国股市的这个变化 那其实我们看影响联准会主席的谈话 对于金融市场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美国的四大指数 包尔先说要降息两码 美国股市一度往上的急拉 结果收盘是蛮淡定的小低 我们还有一张模板资料来看 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 所以包含像是黄金 日元的部分都有最新的联动 债券市场也有联动 待会都有详细的追踪 直接来听看看包尔主席在美国股市 也是一个含水会洞哦 来看一下他到底说了什么 美国联准会睽違四年 终于启动降息循环 一口气降两码 基准利率来到4.75%到5%区间 不过连卓会主席包尔强调 两码幅度不会成为新常态 我们很忐忑 在减少政策率 我们等待 其他中央公司 在世界上都减少了几次 我们等待 我认为那种忐忑 真的赔了资金 我们的信心 在我们的信心 是在2%移动 所以我认为那是我们 今天使用这个强调移动 我并不认为这次降息两码 鲍威表示这次降息两码绝对不是因为联准会反应太慢 现在想要赶进度 但也坦承如果7月就业报告在上次会议开始前就公布 联准会为了支持劳动力市场的确可能从7月就开始降息 而在同步公布的SEP经济预测摘要点撞图上 联准会也大幅下调终点利率 超过一半官员认为 今年剩下的两次会议至少还会降息两码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决策也是联准会自2005年以来首度有理事投下反对票 被视为鹰派的联准会理事鲍曼主张只需要降息一码 市场对这次决策看法不一 在鲍尔暗示未来降息幅度可能缩减之后 美股主要指数盘中震荡拉黑 道琼下跌103点 记者旁向怡黄一豪综合报道 那微软公司呢本来就很有钱 但是它现在一直的在设计新款式 包含新的COPLA 现在可以让服务更加的更新 而且微软说要买库藏股护盘 也要增加加发鼓励给股东 所以这家微软公司跟全世界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联手合作 要推出全世界AI基础建设投资伙伴的关系 金额高达1000亿的美元 那微软又是台湾很多的电脑大厂 重视的视窗软体作业系统的合作伙伴 当然还有微软也转投资了OpenAI聊天机器人 都是带动台湾AI上中下游 一条龙的发展机会 今天我们在宣传的Microsoft 365 Co-Pilot 你可以认为COPLA 作为AI的 它是关于网络和网络和网络 成为新的AI系统 直接受贿的就是这种案件的厂商 例如说2385的群光 跟2387的晶圆 我认为除了伺服器这些传统的红海广达伪创 这些公司以外 也要去留意网通相关的个股 好所以分析师也提到 包含伺服器的广达伪创都有机会受贿 那现在有没有机会跌升股票的反弹 李昂证卷就发布了最新的报告 在香港举行了投资论坛 特别针对AI人工智慧的长线发展方向 认为明年下半年要提防 会不会到时候需求没有这么的强劲 但是这是一年后的事情 短线上会受贿给台湾7家公司 分别有鸿海广达台达电 全新大力光国具还有质贸 平等都有胜过大盘的表现 那另外英特尔正式宣布 跟Amazon亚马逊的AWS最赚钱的云端服务部门来合作 而且英特尔的18A的制程 直接否AI人工智慧的晶片 这可能是也透过以太网络的交换器 带动ESIC客制化设计的晶片 那么3661的世新 特别是生产新一代的AI晶片Gordy 3 这个部分是不是未来还会再度委托台积电来做代工 然后3661的世新是专门设计服务的部分 台积电现在也积极的在2奈米测试晶片的阶段 目前前股王世新是不是有机会绝地逢生 这个地方卷土重来挑战股王 刚好股王信华被外资大膜调降目标价格担心了 大厂客户的资本支出可能扩张有一点接近饱和的状态 好那另外来看一下这个SpaceX 这次成功的带了四名的平民百姓直接上太空 绕了一圈看看宇宙的美丽 成功返回了地球 那这次呢SpaceX还拿到了美国连航飞机上 无线上网WiFi的新订单 以后大家坐飞机直接的可以连网络卫星 那这个技术就是卫星还有包含很多的装置低轨卫星 所以台湾做低轨卫星的声达科金宝士新科 会不会赚到这个商机 网通的部分呢在今年的第三季为止 库存在去年进行了大约五个进度的调整 就原本仓库太多的存货 现在陆续的消化了 需求虽然还没有真的很强劲 但是呢网络业者认为营运的压力 现在慢慢的减少 那因此对于网络大厂 起机中壘明泰重其合情控 过去这两个月虽然营收衰退 但是年底有没有机会渐入佳境 而中国在这个网络的游戏 黑神话悟空 明天上市刚好满一个月的时间 过去一个月销售量就有2000万台 网络游戏要用到电脑主机版显示卡 再加上搭配着灰达的游戏新的显卡 10月要做这样的一个更新 可能旧款会不会停产 大家被迫买新的显示卡 主机版显示卡 因此华硕业绩还会不会更好 其实华硕第二季的成绩单相当的好 另外维新技嘉 是不是也有机会看到在显卡的新买盘 2425的城起为七彩虹来代工 所以城起有没有机会随时突破 年均线的位置点 那华硕本身在上个季节获利相当的强劲 他也转投资的事业体现在使用了 灰达新架构的H200 哈尔普尔的系列 透过有灰达的晶片 大家会不会买华硕的新电脑 另外伪创的总经理兼执行长表示 至少到明年底之前市场的情况依旧是功不应求 而野村证券认为 台积电也是券商点名看好的部分 那么随着英特尔现在把自家的18a的制程 为亚马逊旗下的AWS来生产AI的晶片 所以其实Amazon亚马逊 他找灰达设计的晶片 找谁来制作呢 找英特尔做18a 但是传闻这个是英特尔的高层 直接的在官网宣布18a很成功 那会不会20的系列是转给台积电来制作跟代工 那现在变成说英特尔现在当然它技术还是落后台湾 不过呢我们也访问到了台湾台经院的专家认为 这一波的竞赛到底投资如何在台湾美国韩国的竞争当中 找到最佳的机会 台积电目前还是领先 未来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听看看专家怎么说 其实美国的这个政府还是蛮鼓励 在美国当地的不管是晶片 或者是云端的一个设计大厂 还是要多采用那么当地的这个晶圆代工的一个业者 来一下这个订单 有可能其实在这个亚马逊 它跟台积电在目前的整个代工的一个订单 还是占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比例 那么因为毕竟台积电目前在先进制程 不管是在三奈米的一些强化版 那么甚或是未来要进入到两奈米 它其实在整体的良率的表现上 以及在整个产量的部分还是比英特尔稳定 过去就跟英特尔有比较密切合作 甚至呢有加入它的一个所谓的开发联盟的话 比如说像是这个智源 包括像是这个力旺或像M3E这些 当然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能够跟英特尔 它在设计的时候就密切的去做一个配合 甚至呢直接参与它前期的设计 我想后续呢相关的一些这个订单等等 会是比较明确 所以现在IC的制作还有包含像是一条龙最上游的设备 到底会不会还是展示了成长性的力道 专家表示台湾厂商的受贿还会有持续的情况 现在可以关注到这一波比较没有涨到的智源力旺 还有代号6643N31的部分 另外金星科也曾经把自家的处理器 用在英特尔的开发平台当中 所以金星科的部分 6553的金星科 大股东还有联发科的情况 都是可以后续进一步观察的重点 当然现在台积电的部分 在全世界的市占率还是比较高 根据台经院的追踪研究资料的引述 台积电目前的市占率依旧领先了韩国的三星 那美国的Arizona亚利桑那州正在盖工厂 据说高层底定了 总经理现在找了一个女性 叫做Rose玫瑰Rose来担当台积电 美国厂的总经理 传闻的消息 目前台积电是还没有证实的情况 苹果的新手机才刚上市 20号这个星期可以拿得到了 那苹果这一次的iPhone 16手机 是不是明年还会有更多的AI功能 根据了解台积电可能直接的帮苹果来制作A16的全新晶片 而且等级可以到3奈米的新一个世代的等级 所以现在台积电先进制成3奈米5奈米的制成比重 贡献给营收比例越来越高 那台积电在10月17号即将有法人说明会了 好这个是不是会公布财报的好消息 这次呢以台积电7月8月的营收来看 7月是历史高8月是历史第二高 已经是符合了当时法说会猜测的高标准了 那另外苹果东西如果卖得很好 就会向台湾厂商追加订单 苹果预计在10月会有新的MAC 麦金塔电脑即将要上市 不过传闻中国的厂商制作出包有问题 这个会不会订单赶快找台湾厂商来支援 包含3376新日新赵丽有没有获得紧急委托的订单 好另外来看一下投信法人了 记底到底有没有多少坐账拉高的机会呢 投信的总规模高达快9兆美元 包含股票跟债券等等 最近投信连续买的股票有台积电 日月光友达人保和硕伟创 长荣航空长荣海运跟中信金控了 人保最近据说有增加给员工的福利 那另外就是长荣航空长荣海运跟中信金 也是投信连续买的 那最近投信连续买也把伟创买超过了100元以上的价格 友达这个地方有没有闲置的厂房 可以卖给国际的半导体大厂 都是后续留意的焦点 好那现在呢这个提到了法说行情的部分 法说会主要就是要向法人来报告未来的展望 还要公布成绩单 最近台积电的合作伙伴 包含5234达星彩乐 3583的星云还有范全 昨天都直接拉到涨停板了 泰生金城跟鸿康 是不是也有机会突破重围 好那另外宏康在最近会参加元大证券的投资说明会 另外台积电在日本的熊本厂预计年底第四季要量产 真的是倒数计时了 真的做得出东西吗 日本的熊本厂 那另外就是日本的Sony现在也委托给厂商 包含台积电转投资的彩玉 彩玉是做封册也进驻了新的曝光机设备 所以未来会不会也迎接日本Sony的全新订单 设备厂商3131红硕是这波涨幅最高的 上半年赚了有一个股本赚10块钱以上 最近曾经回测过后 有没有机会V转再拉高 这是法人看好获利数字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昨天大盘压尾盘 但是哪些股票逆势的跌高 就有星云的涨停 印太的部分是板卡 另外华星光谍升反弹 光灵昨天也在涨 另外有轴承的陷阱 达星材料 三晃化学特用材料 华城跟云豹能源 都是昨天上扬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昨天电力供应也在涨 那另外还有设备股票 CPU的部分都表现不错 但是昨天全职王 台积电是小拉尾盘 小跌6块 但是鸿海大力光怎么软爬爬 这大力光快要变成 案头早餐吃麦当劳的伟绩了 这大力光8月营收历史高 可是公司太老实了 主动说9月营收可能会衰退 那反而是昨天的光芒 被其他的中小型股票给抢走了 例如饭泉昨天的涨停板 饭泉主要做材料检测的部分 另外Coldworks先进封装的部分 主要就是晶片堆叠的技术 越来越先进 设备厂商3583的星云就表示 相当大好的机会 今年跟着AI一起赚钱 红康也看好玻璃机板 带动检测的商机哦 我们来看现在 有没有哪些股票可以跟进万润 万润最近的股价涨到天涯海角 一直在创波段高 有没有机会带动低档跌升股票 甜而不腻的反弹 听看看星云跟万润公司怎么说呢 去年是AI的元年 那Coldworks现在才正在开始 所以我们看至少未来5年都不是问题 因为未来的电晶体的数量要越来越多 然后效率要越来越好 所以Coldworks这个是绝对是指数型的一个成长 我们基本上以星云公司 我们至少会忙到明年底后年都不是问题 现在是景气好的是AI Covas 但是其他老实讲 其他的电子业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景气 我们接到的这个先进制程的 或先进芯片的这个订单的话 是比往年来的高很多了这样子 那因为又是先进制程产品应用的难度的关系 以至于他们所要求的单价 其实让我们的服务费得到另外的一种依注 目前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美国跟日本的客户 那我们可以期待就是说 美国的客户大概就是在台湾这个台积电的前十大客户 那在日本政府新的计划的部分 也是往AI在那边来应用 那么我们继续要来观察到最近 这个资金会不会还在移动当中 因为大盘的量变少了嘛 那现在要怎么做选择呢 摩根士丹利说 低润机体还是要保守观察 可能寒冬将至了 一方面呢 这个日本跟韩国 美国抢走了台湾一些的订单 那再加上会不会到时候攻击过剩 还要面对中国厂商的竞争 但是其实低润股票 南亚科华邦店早就跌蛮久了 这个报告现在才出来 人家会不会想要趁利空进货吗 另外高频宽的记忆体HBN的一个部分 就是AI仰赖的高频宽高速度 所以现在HBN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万里无云依旧是供给过剩 但是明年可能要提防会不会 所谓的供给量稍微的会有变多的疑虑了 那么另外太阳能的部分 这个加州阳光 大家最喜欢加州阳光 哇这个比较不会下雨 那现在呢 太阳能的部分 会不会直接前进美国更多的市场 美国现在有可能会增加 对中国太阳能的关税 但是台湾元金早就在美国有市场 透过法术会公司高层表示呢 现在东南亚的模组科增关税 台湾没有被科增关税 所以是前进美国相当好的一个机会了 那另外就是最近继续来看到 我们留意到还有好多的新闻 工具机的4563百德的部分 那百德订单大丰收 昨天的股价还直接冲上了 百元以上的位置 多重题材的双重加持 过去一个月就大涨了 53%的幅度 不过会是警示股的部分 提供您来作为关心 那另外就是最近怎么会有一个新闻呢 黎巴嫩的卫生部表示了军事组织的真主党成员 使用的呼叫器BB Call 17号在黎巴嫩各个地方爆炸 造成至少12个人的死亡 将近3000个人的受伤 好那个对讲机怎么会突然爆炸 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 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 昨天说 其实呢 这个是来自于匈牙利的厂商 不是在台湾制造的一个情况 而且现在谁还在使用BB Call吗 呼叫器现在大不都升值为手机的部分了 哈